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上面踏着两个大大的脚印 春末的台湾农业社会用米和番薯养活千万人 牵着孙子的手走进田里 他就是红香式苗栗后农 坚持有机耕作的农民 不撒农药的耕作方式源自于他感恩这一片土地 养活他们一家 这款红色的番薯是来自日本的新品种 不怕寒冬可以长得肥肥胖胖 看着有机田地 红香很满足 就是这样知足的精神 红香说自己很幸运 可以付出一点心力 不过也不免为台湾担心 台湾这块土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可是我们说真的 我们都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事实 说到眼睛泛泪 孜孜聚聚关心着台湾 提醒身在这块宝岛的每一个人 小小的力量也能改变已经被破坏的大地 记得蔡欣宇同志敏 苗栗采访报道 很多人的从事有机的工作 其实说这些小农 也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 但是如红香女士所讲的 她被称为是农地上的现代女侠 可见了她对于自己的土地 是多么坚持的 要以有机的方式来做对待 所以请教段老师 这是一个 我们个人能够做到的 一小部分的力量 对 这我们个人能做到 但是我们还是 寄望我们政府出大力 我现在是呼吁 就是说政府最高层 一定要大力支持 基层这些去取缔 你要人家去取缔 你要挺他 你不挺他他怎么办 那还有我们政府也要 你这个组织调整 不是调那么久了吗 你那些很多官员 那个高阶的说 我这个这个署 不知道我这个班 拿去搞不清楚 我以后是不是归我管 也不知道 都在糊里糊涂 就在推的嘛 大家在拖 就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 就搞不清楚的事情 就麻烦 还有一个 罚要罚到人家会痛 我们最近那个叫 那个油的事件 你罚不痛 以前有个大的厂 老板亲口跟我讲 那个老板死了 我一下子可以讲 他做水泥厂了 他自己说 我说你这样子 不是会罚吗 污染吗 现在20多年钱 空气污染 都每天被罚40万 比装设备便宜 每天罚40万 还比较便宜 他还不去装设备 所以你搞清楚 你要罚到人家会痛 他就会去改 这很现实的 就一个经济倒下 你反而他就痛 他绝对改 不痛 拍死 拍死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美感 就只有我们政府 永远不知道 好奇怪 不过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相信你看到 至少这是 可以让你温馨一笑的 那个大脚丫的画面 所以麦大哥 那个大脚丫画面 这是一个设计的场景 所以不只是说 有些要靠天然 自然靠导演 跟摄影的能耐 去取脚 取景取光影 但有几个画面 是齐柏林导演 原本就设计好 跟当地 跟农家讲好的 他这方面用意 又在什么呢 对 我其实刚相对于 诗诚讲很悲观 我觉得其实 不要这么悲观 因为这块土地 是要绵延不绝 给后代子孙的 这个土地 不会消失的 那因此呢 只要我们好好去保护它 我觉得看见 台湾这个电影 就包括齐柏林导演 的用心度 就在于说 这应该是个 木骨城中 而且我相信 这个电影 最可贵的是 一般的事情 小民 跟一般观众 看完以后 他的直觉的反应 要回馈给 这个土地的反应是 我们从我们身边的事情 我们能做什么 做起 每个人做的 也许不一样 农民做的不一样 跟一般城市的人 做的不一样 我居家的人做的 跟每一个职业的人 可能做的都不一样 有人看这个电影 可能会水电 可以去关灯 会节约 他的省思度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齐柏林导演 他不管怎么设计 这些画面 他带给大家 一些启发的作用 每个人看的 感动度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会想到 为这块土地 去贡献一分 自己就能够做的力量 这个的话 就达到这个目的 达到目的的话 我觉得这个土地的话 就不用这么悲观 还有巨沙成打的 一个效应 当然说每个人都做 绝对一定要 政府应该怎么样 大大的魄力的做 我们刚刚讲 先用司法的手段 恐怕会比较有效 我们待会回来